也可能在五月中宣布要参选总统 蔡英文听到了只是淡淡微笑 说会在找黄老师聊一聊 不过在处理绿营的家务事之前 慈济晚间举办了玉佛大会 邀请到蓝绿政坛要脚出席 而两位2012年的准参选人 马总统跟蔡英文 一前一后擦肩而过 慈济办玉佛大会万头钻洞 场面盛大 马总统特地来捧场 新院长吴敦毅更勤快 早上来 晚上又来一次 媒体镜头终于出现马无同台画面 有人想同台 也有人彼此不太想同台 马总离场10分钟 他的准对手蔡英文才出现 这天刚好是母亲节 蔡英文说参加活动前 有先陪妈妈吃晚饭 家里突然冒出第一个女总统参选人 蔡家有没有翻天覆地啊 他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平常吃饭都不谈这些了 那会给你支持 我觉得祝福比较重要一点 自己家里很冷静 不过绿营自家人里又传出 黄月虽可能5月中真的要发动 连数宣布参选蔡英文会不会有点伤脑筋啊 不知道耶 不晓得黄老师现在是怎么思考这些事情的 有机会的话会去跟他请教 小小看起来似乎不太担心 蔡英文新旗正式回任民进党主席 开始一连串情谊之旅 想知道大选真正的对手是马英九 接下来要肯谈的对象 应该也不只有黄月虽 TB新闻陈伟潘英瑞SNG小组台北报导